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奉主耶稣基督明祈求阿门准处 我们继续看的经文就是阿萨的改革 我们一起看《历代之下》十五章十二至十三章 我们一起读吧 《他们略约》要尽心进升地尋求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凡不尋求而和滑以色列神的 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 阿们 我们今天看的历代之下 第四章和第十五章 这是我们读经的寺庙 阿萨的改革 阿萨是谁呢 阿萨的孙子 阿萨就是耶罗汪的孙子 阿萨是耶罗汪的孙子 阿萨是耶罗汪的孙子的孙子 在以色列的孙子前 以色列的孙子 在以色列的孙子前 以色列的孙子 在以色列的孙子前 以色列的孙子前 我们看到一段经文 看到他们的灵性是如何 我们看十五章第三章 一起读 以色列的孙子 没有训练的孙子 也没有训练的孙子 已经很久了 你看看 以色列的孙子 已经没有真神了 以色列的孙子 已经没有真神了 阿萨是无法 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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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萨是无法 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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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神经常在那里 阿萨是无法 但圣经在这里 cheap folk 也沒有真正的祭司可以教導以色列人的法律 沒有教他們如何做好祭品、祭司的儀式 當然色列分開南北角,所有都是崩潰 當然當時是有祭司,但是在神的眼中,祂說是沒有祭司 沒有真正的祭司 聖經說到他們的生活是沒有了摩世的律法 當時有一個真正的阿薩利亞 先知他的名字就是阿薩利亞 阿薩利亞就接到神的話語 第二章五章一節,神的寧感到阿薩利亞 神的话语来到一个先知的名字是阿萨利亚 阿萨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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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萨利亚